早安 今天是2024年8月26日 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最渣故》 今次有独立股评人唐牛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唐牛 今个星期大事是什么焦点 Wendy 早安 大家早安 今个星期焦点两个业绩 我自己看NVIDIA的业绩 美团的业绩 再加上巴巴 看看他转来香港上市 北上是否真的会买 和股价走势的情况 是的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D App 在聊天室里 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星期五是做好的 联储局主席鲁威尔 在Jackson Ho央行年会上表明 是时候调整政策 市场预期9月会启动减息 美股三大指数做好的 道指最多升近500点 收市升462点 收报41175点 升超过1% 标指升1.1% 收报5634点 纳指升1.4% 收报17877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上升0.3% 欧洲股市向上 一起看看焦点股份的表现 Tesla升4% 苹果升1% 金融股向上 高盛升2% 今个星期将会公布业绩的NVIDIA 上星期五升超过4% 英特2也升2% 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各别发展 百度高港股1% 阿里比港股上的收市是高的 折合是83.2% 汇控比本港收市高1.8% 友邦都比本港收市略高的 阿泰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要向下 跌超过1% 最新跌458点 37,905点 首义终合指数升5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升40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升39点 这是最新的情况 新加坡交易过港澳克旗 现在暂时早段向上升100点左右 稍后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与同同同谈谈谈谈外围的情况 联储局主席鲁威尔 没有令市场失望 上星期五在香港时间10点左右 在Jackson Ho央行联会上 息口走势 给了一个相当明确的讯号 说政策调整的时机已经到了 Time has come for policy adjust 他说对通胀可以持续回到2%的信心增强 劳动市场已经由先前过热的状况 现在大幅降温 认为劳动市场似乎不太可能 很快成为通胀上升的根源 美股在央行联会前 即上星期一至四已经率先炒气了 言论出台之后三大指数 都是维持比星期四高出1%收市 但就未有因为言论再大升了 言论利好气氛 但有两件事都值得关注的 第一美元持续弱势 未会指数达到100水平左右 日圆其实距离黑色星期一的高位 相差不足2% 第一就是观察短期内 会否再出现carry trade unwind的情况 第二就是美股或美国炒减息的消息 其实都已经炒了很长时间了 好消息即是9月议息会议将来 会否在9月前有机会出现一个 比较大规模的好消息出货 回答第一个问题 Yen carry trade 会否拆仓那样 我想感觉上现在是8月底 应该对上一次大拆仓 就是上月底 然后是今月初的时间 8月5日是吗 对了 市贷得很厉害 那时候在贷贷之后 也会有人说很多东西都未拆完 还有一半未拆完 但是三百两半的市又抽上来了 我就会觉得拆仓 随时都会出现的 我反而是觉得市场的波动性 应该会减低 就是会不会再好似出现之前 突然日股队过十几个百分之一 然后拖到四千多点 然后美股爽跌等等 感觉上那种的波动性会减了 变得就算有拆仓的话 那个波动性会那么大 作为股民的我们 就应该都会舒服一点 我就这样看的话 就是说真的 Yen上来这位 那绝对有机会再拆了 那至于第二个问题 就是那个叫做 美股 就是那个会不会好消息出货的情况出现呢 我想你上个例 就是8月初那下 已经出现了一次了 就是你说 接下来会不会再出现的 就这样看下去 那些什么衰退因素 减息通胀的因素 就未必会令到市场 会再这么确定 就像刚才所说的 有些东西出现了一次的时候 到你第二次再出现 按道理就不会 波动性那么大 你说接下来有什么 再厉害的东西 令到市场会再确定 好像之前那么厉害的 就是我想要是一些新的因素 这一刻暂时看不到的 就是可能你说要新的因素是 大选有什么变卦 美国那边 就是我想会是那一样东西 或者你说地缘政治那里 就是那些有什么新的特别东西 我想才会出现到那个情况 就这样你说 继续退通胀 似乎就不似会掀起这么大的波动 或者这么说 因为在黑色星期一的情况出现之后 美股更跌了 接下来很快就会升上来 如果今天 或者今次的日圆 随着日圆的上升再出现一个这么大的跌幅的时候 我估计很多人会走进去入市 是的 这样就会令到可能跌幅未必那么深 或者又很快就会升上来 就是这个情况也是有机会出现 好 再问回实质一点 你自己的美股仓位上星期有没有调整 譬如说近日就是想请教你的策略 你是会快买快沽 就是赚一个升幅 但是就短时间做一个决定 还是说现在你仍然判断是买了之后可以坐一段时间 我一直都没有移动过 就是自从那次被人叫做震走 我自己只赚了一部分的美股之后 我一直都没有 有望 但是一直都没有动作 你那时候是想买回NVIDIA的吗 是的 想买回的 但一直都没有便宜货买 即是181、182、183 你更加不会买了 所以我自己都没有怎样移动的 短炒更加没有 因为既然我打算有没有机会可以买到便宜货 就是很简单 你便宜货买不到 更加短炒的机会也很难 或者看着NVIDIA 其实一直都强 那没办法 唯有就继续等 反过来说 起码我仍然有货在售 还有我只赚1000元而已 起码不是六七百元股 我也可以的 我完全能接受到的 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 下来再买 我想接下来还有很多机会 你说这次的业绩 究竟情况会是怎样呢 又或者是接下来 好像刚才所说 大选或者KHK再拆仓 有没有机会 有些低位给大家上车 我想给点耐性 没办法的 好 那我们谈谈NVIDIA 详细一点谈谈 因为星期三 美股收市后会公布业绩 星期五股价升了4% 到130美元 距离那个位置 其实只差10元左右 即将公布的业绩 是他们第二位的业绩 跟大家谈论一些数据 和谈论一些数据的提示 他们预期的营收升了112% 他们之前给出的指引 即是他们公布完第一季业绩之后 就会给出一个下一季的指引 他们当时的指引是上升107%左右的 即是今次大家又预期他们最新出的数据 会超出自己的预期 第一大家都会估计他虽然预期进取 但是会超出预期 第二就是如果今次的业绩 真的会超出他们预期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第四个季度 他们的业绩就是超出自己的指引 但是给大家参考多个数据 就是去年同期的升幅 其实今次大家估计它上升1倍左右 去年同期的升幅其实是有2.5倍的 盈利的增长 今次的预期就是升1.4倍的 看着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Blackwell的推出时间表 之前有一些推迟的消息 未来会不会有些更确切的时间表呢 有最新的更新 第二就是再下一季 第三季多盈利指引 好 有货的 譬如我们举个例子 今天星期一 上周一嘉宾我没记错就谈之乐来的 他就说如果炒业绩的话 上周一就可以直接入货 好 唐牛你建议有货的 出业绩前应不应该指赞呢 如果你是炒业绩的话 有货的话 炒业绩按道理 现在什么位买都会赢的 我不当你之前$84买到那些 现在$8-$3 我想刚才所说的 一直都是在买上去的时候 你一定是在赢的 如果你的心态是炒业绩的话 我想你怎样都会吃半牛半 当然你说我不管的了 我业绩不想看的 总之我就是博他预期的业绩OK 你吃光就可以了 我觉得无所谓的 但是你说我其实有一细细的信念 经过这一两个星期 原来股票是这么厉害的 那你就先吃一半 那就再等派彩 我印象中NVIDIA 我等了这么多次派彩 都开大 每次都给我一个裂口 夹上去 就算不夹 他也不会跌得很多 我觉得有一次应该大概$4-$500还行 下来 然后又抽上去 每一次都给到一个这么好的 TRAID RECORD大卡 我觉得我自己 因为始终我便宜货在手 所以我就会继续等 有货的 就像刚才所说 因为吃光了 吃半牛半都可以 是 如果未有货的 建不建议今晚去买呢? 如果你说 每次过去的TRAID RECORD 说派彩的机会都高的 或者跑赢的指引机会都高的时候 是 如果现在还未有货的话 130元 等业绩 也是那句 可能信念不够 令到这一刻还未有货 那你就真的很小 既然你也信念不够 那就买一点点 就等下 如果你说 我真的想想一下 不要了 等业绩 那你就先等业绩 可能再夹上去的时候 你就再看看走势 你才再想 还买不买 不过有货的 都可以想加创 如果你说过去 几次的表现 都是说出完业绩再升 升得多的时候 那就好了 大家根据自己的投资取向 和风险承受能力 就做过决定了 好 我们看看上日 即是星期五 港股的走势 我开个图给大家看看 港股以星期计算 是连续第三个星期向上 不过成交是继续薄弱的 恒指上星期五 就是低开119点 最多跌147点 收市跌28点 收补17612点 跌0.2% 恒指收市的报价资讯 是由IG提供的 国指跌0.1% 收报6,219点 科指跌超过1% 收报3468点 但现存的成交只有787亿 北水重新吸资 单日转级27亿3千万资金 又再买入指数ETF 营资基金上星期五 吸资10亿 中国平安吸资2亿8千万 证流出方面 腾讯和可义自家 分别有1亿2千万的北水证流出 和同学谈谈谈港股的走势 好 其实现在最新是在50天线上落 成交继续是非常疏落 星期五是不够800亿多 一度跌穿50天线 之后就收复到 其实现在业绩股的表现 继续在天与地 例如网易和百度 职口都是向下 平保能够逆市做好 今个星期有超多重磅业绩 美团、耐银、两桶油都会 加上今个星期是期结的 预期港股是否会持续上落市 和低成交呢? 预期会在什么 range上落呢? 低成交就迟了 如果你说有这么多业绩出来 应该大家都会炒转 似乎出完业绩炒一天 又会剩下 所以低成交的情况是可以预期的 但是走势上 我觉得是偏强的 如果你说以恒指的走势 你看到它一路咬着十天线 慢慢慢慢的 对不起我按错了这个 咬着十天线一路沿着上 五十天线就在纤绕着 似乎下面的低位 不是很肯下跌 17002、17003的位置 很快都已经摸得上来 好像之前所说 我想都是一只巴巴主导住 9988的走势强的话 我想整个科技股都带起了 它自己都令到指数上去 这刻我看到9988还是硬正的 上星期五都可以站到近期的高位 而现在盘前的都还在咬上去 所以我想看着阿里巴巴为首的科技股去做 看这一转可以摸到多高 不过也是那句 摸完之后大家自己有个心理预期 都是下跌的 不过可能大线很简单 你不就当很大的线 你不就看回 大概之前的顶 不要说19700那些很远 大概18600那些位置 18600之前都有一个小小的平台区 可以做出来的 18600下面就大概17200这些位置 走着这个阶段 你预期的突破点在哪里 其实脱离这个阶段的突破点 我想不到的 很简单 4、5月那一刻是突破了的 你真的要有成交配合 而成交不是我们还是 糖水滚糖鱼那种成交 你会感觉到有些钱进来 炒了之类的 我想是类似那些 究竟何时会创造到 钱会再回来炒那样东西呢 有很多的原因可以说出来的 例如美金药 钱要留回香港这边 到时可能会炒港股 这些你一定能说到的 但是问题是 它实际会不会买呢 有没有什么点子令到 那些钱会再买这类型的股票呢 我想是有点难的 除非你说 你是等阿里巴巴 阿北水可以买了 阿北水狂掃阿里巴巴 掃得很厉害 吸引到那些钱 不行了可以追回 阿里巴巴 否则搞不好 这个就是最好的图片来的 大家想想一下 这件事会不会发生呢 好 你刚才也不止一次说到 即是盛亚巴巴 拜亚巴巴 我们谈谈巴巴最新的情况 大家一直在衷敬 他就是香港作为主要上市 他即将由第二上市 变成在香港主要上市 来到星期三就会生效 同时会在纽约和香港 作双重的主要上市 所以港股标记的S就会删除 转换上市地点 其实就是不涉及新股发行 以及不涉及融资 这个在香港作为主要上市 也是纳入港股通的先决条件 其实最初讲回历史 是想着前年 即2022年 转换香港作为主要上市 但那时公司有一个架构重组 将用香港作为主要上市的申请 就押后了 现在就看着纳入港股通的时机 那些行券都有跟进 譬如中金就说到 如果8月底完成了香港变更 作为主要上市 就有希望赶上9月5日 港股通的考察期 赶上9月9日 港股通的调整时就纳入 这是最乐观和最快的股选 戴摩亦说到 他只要在9月4日之前 完成了上市转换 当局在9月6日 就会公布纳入港股通 在9月9日开市时就生效了 但一旦阿里未能在9月纳入 那时机就会推迟到2025年3月 才有机会纳入 炒转换上市地点 其实看着阿里的股价 由72-73元炒到现在8字头 跑赢了同期科子和腾讯 现在看着9月这个时间点 就进入了最后席路 其实9月这个时间点比联储局的议息更快 就是9月中的议息 现在9月初 你就会看到他是不是能够 9月初的初段 纳入港股通 正式转换前 你觉得能不能够再炒多一阵 我想炒多一阵就应该不难的 你经常都说 冲景当然是冲景向上 不会冲景向下 这些全部都是好消息的 看看这一阵的冲景可以去到多远 第一站的可能是看着今年5月的时间 大约的高位 大概是150的位置 然后你再看高一点 你就看回 他在去年10月的时候 有个裂口 我没有记错 看看 sorry 不是10月 9月的时候有个裂口 那时候大概是 上面可能看着90元左右的位置 都是逐级去处理 大家都知道阿里巴巴这么多故事 这么多的走势 就是好消息 坏消息 失望 希望给大家 看看这一阵的希望可以走到多远 记住 失望过很多次的时候 大家 我只会给大家四个字 有吃好吃 是 你说失望的意思是 他不能够按照原定的时间表 去纳入港股通 还是即使纳入港股通 看不到北水大手卖 这个对你来说是失望的结果 我想 因为大家现在在憧憬 一片向好的时候 大家可能看着九字头 甚至是回到三位数 我想对于大家的预期可能就是 北水肯买 或者北水肯不肯买 这个第一点 是 如果你说北水不肯买 你会失望 OK 就算北水买 然后股价不升 你第二样失望 那又真的 北水肯买一定 就是我假设北水买 你以为上面的蟹货不沽下来吗 大哥 就是我等你很久 我等你很久 90元也等你很久 你买我当然会给大家 对不对 你又反过来想港股 当年 经常都说 停北水的时候 是否夹上去 没有人夹 然后派给北水 几个北水 一刻回来就和你狂沽 很多时候农历新年前后 大家都记得记忆犹新的 这个故事 你套用到阿里巴巴 其实很正常的 我又不会觉得阿里巴巴 因为业绩 现在摆明 就不是因为业绩而升了 摆明是衷敬北水而升的 你以为北水傻的吗 就是和你占吗 大哥 所以 有定一个 心理预期 就是那个叫做好消息出货那样东西 是 好 好 我们跟进两只 因为近日都出得多业绩的股份 就是多股份近日出业绩 是 对 譬如说有两只都想和你跟进一下 我们先谈一个瑞星 好 因为它的盈利都叫做上升了2.6倍 市场都是收货 它不派息 还有它都宣布日后就不再派中期息 但是现在看到它的股价 都是连续多日做好 譬如说这只股份 你觉得值不值得跟进呢 譬如说 就是问白点现在买会不会太迟追呢 我觉得现在买就不是看份业绩的了 现在买就是在接近苹果出新iPhone那一刻 其实很快 9月10日 总之9月头 它就会出的了 现在大家在憧憬那一样东西 你看到不少的 苹果概念股都是在炒那一样东西 那些什么1415 个位电子都已经慢慢慢慢翻上来的了 所以这一刻你买瑞星 有个好处 就是你说 虽然现在买到一定是高追的了 但是起码就多一个点子 让大家去等 总比现在我还是消化的业绩 说真的如果你没有苹果的消息的话 瑞星要回头 其实很容易而已 所以变得大家看着日子去做一个操作 就是譬如说现在你觉得 你一刻去买 还能够炒那个苹果出新机的一样东西 那我想都可以 我想on and off都会有消息 只不过是入场价的情况 因为你现在还有起码十几天的时间 你中间如果突然消息有真空期的时候 它震回来 那你变成要捱了 那究竟你入场的位置去等消息呢 就比较重要了 好啊 我们谈谈小米 因为它出了一个业绩 大家都叫做大超市场预期 正利润就多20% 最主要就是看到电动车 除了卖得很好之外 终于有收入入账了 超过60亿 这样就有过这样的情况 但是也是炒起了 还有你是不是解读这份业绩的时候 你是不是看得这么好呢 我就解读到雷军说 它是史上最美的贵度业绩 我只是解读到这件事 又是雷军 不用搞这么多事了 如果不是他说的 大家怎会这么吹之又好 说真的他做车是很聪明的 有毛利 我一直都觉得 现在明明竞争这么大 但是又是怎样设计 例如你那个广告开支 其实它完全是没有放进去的 是 所以又是雷军很聪明的 即是怎样搬来搬去 做到给你听 我车是有毛利的那样东西 变得大家会有多个憧憬 手机也可以 车也可以 两条腿走路等等 所以雷军才说是贵度最强的业绩 这一刻你问我 也有很多朋友问的 就算做好做淡也有问的 笑不如现在 做淡的朋友也有多的 那你夹了上来 当然想搬它下来 容易看的就是那棍羊竹 就是业绩后 裂口高开 然后一大棍羊竹 如果你是打算做好的 那你下面的裂口就不要补了 希望搬它再夹上去 但是你说我是想做淡的 那枝羊竹的顶就不能穿了 如果你升穿 它有权再夹到你 是很劲的 小米不是不行的 它会瘋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着这枝羊竹的竹身 上下的一个位置 去做你的指赞指舍的部署 在你眼中美团瘋一点 还是小米瘋一点 我觉得这一刻小米是会瘋一点的 美团是没有了那道火了 是 OK 你说美团之前 说的60元夹到上去82元 其实都用了几长的时间的 就是说经常用了四五个月 就是不像小米的 小米有两三棍就已经 一踢你所有的东西了 我觉得动力上面 我自己看是小米会强一点的 现在夹瘋的动力 所以美团很多朋友都会问的了 就是这个星期出业绩了 没有都是博的了 你看到业绩也是的了 就是很坏的业绩其实就不代表股价一定升和跌的 好业绩的股价都会跌的 差业绩的股价都会跌的 所以大家都是用心态拯 你看它行不行 总之不用特别拘离于 那个业绩究竟是胜与期 还是扶与期 还是信与期 你看着9.20分的股价开出来 出来升的跌就知道了 好啊 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回回回答大家的问题 稍后再见 不要走 提提大家 长者百达通2元优惠已经停用 要申请落邮卡 才可以继续2元搭车 除了日常交通 长者福利又怎样 今集理财最前线 为你介绍四款长者优惠 就来到期了 老友记记得好好把握 便利店刷高级品牌 环球拥有者 加拿大Elementation Couchtard 向拥有日本7-11品牌的 7-9提出收购建议 7-9承认 双方有初步 但不具有约束力的讨论 但收购细节仍然在敲定之中 如果成事 将会是海外公司 在日本历来最大规模的收购 大家可能都会留意到 街上越来越多电动车 电动车市场崛起 带动了充电市场的发展 像深南美旗下的Kinneta 最近宣布进军香港市场 大家好, 欢迎收看《ET财资讨论》 今天请来来自B&P的Grace来聊聊天 Grace, 你好 你好, 很久没见 很久没见 最后要找你出来 因为看到 环球投资市场都相当波动 过去两个礼拜 我们节目的话题 都会围绕着很多 是否完美风暴打到来 接下来会否需要防范 多一点股票要倾向 可能保守一些 人人都想在金融市场赚钱 难道人人都懂得如何赚? 想做市场赢家 才要掌握市场形势 在通知金流行 我顾梓君 每个星期会请来金融市场 《各路精英》 为你深入淺出 拆解金融圈最烈的话题 用数据探测市场风向 市场赢家 尽在ET财字托 回来节目时间 回来回答投资者问题 先问美股 因为今个星期 除了NVIDIA出业值之外 拼多多是今晚出业值的 上个星期五有一个不小的跌幅 跌了近百分之五 Niki想问你 上个星期五急跌 有没有引诱 你现在拼多多 你还有没有持股? 没有了 之前减仓就走了拼多多 不止迟 原来又可以没有回来 这么高150的位置 是的 刷了下来的 感觉上似乎是 大家担心业绩不行 然后再回来 有点吃虎格局 如果你说刚才我们开播节目说 NVIDIA炒充颈炒业绩 炒上去 其实拼多多 你可以用这个时间 怎样去看? 其实业绩前都炒上去 大家是否会借势吃一吃虎先呢? 引优 我印象之中 它对上一次 撤出业绩 就是好挫下的 先插 然后再抽上去 然后就 爆了上去 根据套路 我想应该 我只估计业绩应该不会差的 因为如果你说京东 转型 就是去一些低档少少的 一些业务 然后也交到数的话 拼多多都可以作为这个 一向都是玩低档的 应该都不会差的 所以我自己 就这样估计 这份业绩应该不差的 你纯粹是因为 可能有点好消息 先固定 所以才有点震荡 所以变得如果你说 一直都是看好业绩的话 我觉得可以先保持业绩 你也觉得如果有货的 可以先保持业绩 我觉得可以的 你又觉得未必有很大隐忧 是的 不好 好 Danny想问 他说早晨 即是金价就继续在高位上落 他说招金 他说业绩升了这么多 其实你现在还值不值得追 招金 一百一百 我自己就 那些金矿股 我觉得又怎么说呢 我真的宁愿买金的ETF 不过买金矿股 就是那样东西 你历史高位金价已经过了 但是现在的金矿股还未破位的时候 一来就是经营的问题 二来就是之前over-suit了 变得 这一刻 很简单 这一刻我看好金价 你去博了 谁知道升幅就不像预期 我觉得就有点亏了 所以我自己就不太建议买金矿股 你想想这一转连顶都破不了 一百一百是 一七八七 都未破到 二百九九 都未成功 所以 我自己就真的属意于 金的ETF就好 比金矿股 我没有特别看过业绩 我不敢去判断究竟是好还是坏 但是 感觉上 似乎 选择金的ETF 感觉会更好 好 谈谈有邦 你最近有没有操作 在有邦上 没有了 有邦搞不定 我觉得很难看 是不容易看的 在大家对他好像没有什么期望的时候 他又突然间有一个大声 在业绩之后 是的 是的 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他又好像做得不错 你又觉得会不会有力再上 我就不搞了 刚才在看移动平均线 其实他现在是上完之后 业绩完之后 有一个大洋竹上了之后 他现在是一条一百天线的 是的 上回来了 是的 但是我真的不是很想搞 因为太难看了 是的 就是崔作业真的很害怕 就抽回来 但是之前又死了死了 那来到这些位置 那之后又怎样呢 是的 所以完全没有 我不懂得去控制这只股票 是的 所以我一直都说 已经很难炒了 港股 不用炒这只油邦 中长线 我又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东西可以去买 我不懂了 是的 我不搞了 是的 好 那观众Oscar就问你 他说Hello 他说B站瘫点还是小米瘫点 他说最近禁锁怎么看 不知他有持股呢 因为B站的问题就是在于他有美股 是 那变得如果你美股那边 就是升上去的时候 那你今早你看到列口立即夹上去了 已经八只了 那我想 那我自己看就好像小米会近一点 就是小米很多东西他都会公布给你听 例如你说 就是一些车啊 或者一些业务性啊 就是多些news去update大家 9626可能只是份业绩 是 行不行 然后就好像都是静的 那样 所以 颠起上来 小米你会觉得 近一点 那我们跟大家update一下那个港股 开了市的情况 现在开了三分钟左右 三大指数向上 以及科技股指数 就是跑赢港 即是恒指的 今早 恒指现在就升164点 17776点 国企指数升 就是56点 科技股指数升超过1% 升37点 科技股指数跑赢大市 跟大家跟进一下科技股最新的情况 阿里巴巴来周三 香港作为主要上市 股价是升1.4% 去到83.25% 腾讯 牛友爱股 今早都是做好的 升1.4% 381% 京东要向下 美团 今个星期稍后 即将公务业绩 升1% 快手小米和网易 都是向上的 跟大家看看这几个股份 首先我们现在最新的情况就是这样 今个星期也会多企业公布业绩 其中一个焦点就是那些内银股 内银股现在的情况就是 星期尾一次过 特别是星期五 很多家大型内银股公布业绩 你之前就说 今次最大的憧憬 未必在业绩 就是在派的中期息 你今个星期会不会在他出业绩之前有些操作 还是正在待业绩呢 我正在待业绩 之前就先买牛证 建行我之前买了牛证 接着到了差不多业绩 我吃了牛就转了正股 转正股去坐等业绩 看看中期息出道是怎样 也不重要了 中期息预了牌 看看街上的反应是怎样 就是我就会觉得应该对于内银股 那个叫做股值有所提升的 就是由一次派息变两次派息 起码 但是会多了些钱肯坐 你两次派送和一次派送 对于可能你的基金都会差很远的 所以 你见到都自己走上去 什么建行 工行全部都是在顶上 所以 买了就等业绩 还有 都是小心点 怕一些卵证未必反映到 派息的走势 所以我都是建议 过业绩那一刻就会坐正股好一点 好 大家留意着 星期四会有一堆公布业绩的 星期五会再多一些 以及再大型一些 好 我跟你谈谈港交所 出了业绩 大家都好像真的觉得都不错了 今早都是升超过1%的 港交所的情况就是 之前公布了业绩的数据就是过去的 最新的情况就是 接下来会放宽 SPEC股份上市的规则 接下来就预期 它这么大力推出这些措施的时候 都会多一些企业来香港上市 虽然规模未必很大 未必以前的名字 一只可能令到香港能够成为全球集资额最多的城市 但anyway 我想对近年低迷IPO市场有些带动 这个我觉得向前望是预好的 但是看到港交所其实最新的数据 它是跟着你的 它是买了很多定存的 接下来的息口状况就是会向下 无论如何 9月都会启动减息 港交所的前景你又会怎样看 即是那个股价走势的前景 我想看接下来的市场 即是 SPEC那些你又觉得对它没有什么带动 或者不会因而你又改变了对港交所的看法 我想很难 那些你上了市然后又是静悠悠的 即是又没有成交的 我想不是一个推动很大力的一个支持因素 你说我用来炒这些因素我觉得OK 还有就是看市场 今天市场又破坡的 港交所又慢慢慢慢抽上来了 不过也很难的 一路成交不配合的情况之下 你说3008要好像之前那样强势 我想是差了一点的 因为你说要炒起3008 通常都是天天千亿成交 它就自己办办办 要天天千亿成交 现在3008都不会 你一两天突然下来的时候 所以我想是比较难 所以我之前也有炒过3008 我发觉不是很对路 现在这刻你说3008可以衷径什么呢 就是衷径 我觉得唯一可以衷径就是阿里巴巴真的可以北水买到 然后推过成交上去 令到3008可以受惠 我觉得这个受惠于阿里巴巴那样东西 你看看信不信这一样东西 我又这么说 对于3008来说 你博的那一刻就会容易一点的 因为你阿里巴巴 我北水买完股价不升 其实对它没有数 即是巴里巴巴不动的 但是对于3008来说 你成交上升了我就会有数 而且你可以憧憬阿里巴巴如果 真的搞得好 其他的京东 第二上市的全部转回 双重上市 那北水买 那是不是整体的成交都会上升呢 我想3008有这种优势 那你自己会不会改变你的投资策略呢 还是还是继续玩这个月供 月供啦 继续月供啦 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转变的了 跟它比较长 但是你又不会说 都死固固了一轮 又会看淡或者不供住 或者转将月供的资金放在其中 我又没有 因为我想现在我唯一只月供股票就是3008 港股来算 其他我就没有了 所以 相对来说 我又觉得 你看它的周期 坦白说 股值一定是下跌的了 但是你相信它 都是唯一的赌场 都是指标的话 我想大家都可以 当分散投资 就是那样东西 你永远才永远啦 你现在这一刻 当然有很多 比特币 一些正 但是我同步也先供一下 港交所 谁知道突然港交所 被不知谁收购的 很厉害啊 你不知道的嘛 我觉得 可以有个憧憬给我吧 是好啊 那我们就继续留意着港交所的情况 不过跟大市是很接近的走势 大家都必须承认的 好 那我们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 也说到九月 启动减息的机会 其实都非常之高 因为除了看数据之外 就是亚伯威尔都开口了 就是那个言论都这么明确地说到 就是那个时机都到了 的时候 那接下来就开始减息了 大家可以预期 在投资策略上 就会可能有一些调整 不过我想大家这期都 就是思考了好一轮的 最新其实瑞银就出了份报告 就说六只 就是香港能够受惠于减息的股份 其实能够受惠于减息的股份 都不同的范畴都有 就是地产股或者一些高负债的股份 高负债的股份除了说地产股之外 其实不少豪赌股的债也很高 上次就说到 低息环境对香港的基本面更加有利 这个就是很客观的分析 第二就是减息将会带动 资金流入香港的风险资产 这个是他们的认识来的 这个都未必有很多历史数据去证明 他们就看好六只 不如这六只你就看一看 你哪一只特别看好 电影有两只 8号 6823 另外一只他就看好国泰航空的 还有就是太古地产 香港宽贫 即是1310 跌到非常残 还有九仓置业的 OK 不如这六只你这样看 真是说在一个减息环境的背景之下 再加上你对不同行业的看法的分析 这六只里面有没有说哪一只你特别看好 我想8号仔和623就用个表现告诉你 他真是受惠 已经夹上去了 但是他已经受惠了 对 受惠了 对 这一刻你叫我买 你叫我买8号仔和623就怎么也买不下手 是 都夹了这么多 他真是双重受惠 一来 你说减息 因为8号仔出名是债重的 是 所以 连带623也是 所以变得 他们一定会受惠减息那样东西 利息成本会 减低 另一方面他们两只是息高的 都是9厘、10厘的情况来的 所以现在就已经夹上去了 所以两只都已经反映着那件事了 另外就是130 130我就很一般的了 这只股票 很多朋友真的输得很惨 应该是的 我想130现在只剩一条路 就是买盘 你等他买盘 很多的 几次传了 之前不是说中移动想买的 然后当然 最后又不行了 我觉得现在130的憧憬可以买盘 没有其他东西 你跌下来才得到13厘息 你跌了这么多 是啊 我想开这个图 对了 我想开这个位置给大家看 所以不存在受惠减息那样东西 我自己看就不会了 即是如果没有货的就不会买了 我不会因为减息而买 但是如果有些传闻说 又吵哄哄 有人会买它的时候 你又不排除你会再炒一转的 我觉得你炒这些 你真的要买定的了 你不可以到时 可能买 他一出消息 一夹高你先冲 然后可能又回答下来 你又是输给他 同意同意 所以你一定是有信念 我等他10年 香港款式一定会买的 你不买到慢慢摆 不知道他摆到什么时候 他才肯走 那就不关减息那样东西了 另外就 1972和1997 你身外有1972的 太古地产 我的概念就不同 这个是帅人 我不是看帅人的 我纯粹因为他正在炒 他买购 所以我自己就买了1972 我就没有特别留意 你说受不受惠减息那样东西了 所以变相我就一定会 prefer1972多个1997的 1997你就只是减息那样东西 你说 去做时代广场 就是开广城那些 零售那些 零售有多好 大家一目共睹 我自己就不会觉得 基本面有什么的帮助 坦白说 太古地产 我也觉得基本面 没有什么特别帮助 你纯粹是减轻债 但是你的 你的需求不会增加的时候 你对于业绩都不会有什么帮助 所以业绩上没有帮助的时候 当然选择多一个概念炒的太古地产 所以就1972了 最后一只是什么 你多少钱入的 1972 我平均有13.9 是 就是出那个消息那一刻 就是这支大阳中卷 是的 那一刻追的 现在就慢慢慢慢又回升 你有没有目标价 我没有的 因为他现在的太古地产 都还没开始buy back 所以就等它出了手 然后股价看看是什么情况 我才再看看 定去留 是的 好啊 那收到最后一只 我提醒你就是 郭泰 郭泰我都走了 是的 没有啦 业绩真的一样的 所以我又不会特别看 因为我读不到 究竟我减色怎样受惠到的东西 要看报告怎样说 但我就这样看下去 这个基础并不是太强的时候 我都不太想搞 好啊 郭泰都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他哪几只有兴趣 哪几只就有兴趣好一般 我想跟大家跟进一下 一些有消息股份的最新股价表现 那就是大家给一点时间 好 我再给一些调查一下 好 这几只股份是跟大家讲一下的 紫金就出了一条数据 那个中期盈利 债岸年有46%的增长 中期息是0.1元 紫金今早的股价涨2% 最新是16.32% 小鹏汽车最新是何小鹏 就是他们公司的创办人兼高层 增持公司的股权去到18.8% 就说有一个计划进一步增加持股 刺激股价在升5% 现在看到紫金和小鹏都是向上 还有9毛9 出了一个数据是中期盈利倒退67% 但今早的股价都能够是 就是跑赢大市 最新是升6% 升1.6% 去到2.5毛4 和大家看看大市的情况 最新是恒指的升幅是扩大了 再看看是否受内地股市大动 内地股市暂时来说是个别发展的 相征和护心300是向下 但深淨成分指数是向上的 港股方面 现在三大指数升幅都是超过1% 恒指达到17,800点流上 17,813点 升超过200点 国指达到70点左右 科技股指数升幅都是跑赢大市的 最新升50点 3519点 即货月期指指数升超过200点 在升超过1% 提醒大家 今个星期尾 就是期指结算的 這就是港股的最新情況 同大家看看恆生指數的升幅中升得最多的 是龍湖今早上升4% 若明生物升幅都是超過4% 向下方面是國藥的 以及小米今早下跌1% 節目完結前提提大家 今個星期有什麼數據值得大家留意 美國今晚會公佈內用品訂單的數據 星期二會有S&P20大城市的國防價指數 星期三會有NBA抵押貸款申請 星期四會有GDP的修正值 以及首次申請涉獄的责任數 星期五有一個重要數據 包括PCE和核心PCE 與其7月的數據會有輕微回升 好看業績 今日會有中石油攜程 明天會有農夫山泉 可以自家安達華潤置地雙湯 星期三有美團、中海油、比亞迪、交行和中國類業 星期四有中行、招行、中國人壽、中遠海控等等 星期五有工行、農行、建行、神華和中鐵等等 今早就多謝獨立股票的唐牛 陪著大家一起開市 剛才說的股份請問你有沒有持有呢? 持有的都申報了 謝謝你 我們明早有博威環球資產管理的 金融首席分析系列鎮方 和紅藥兒Irene陪著大家一起開市 歡迎預先留言提問 明早同日時間再見 拜拜